昨天說到 傅鴻雪去找到那個生寶人 誰知那個生寶人一見到他 就知道他是要來殺自己的 他問傅鴻雪究竟是不是 傅鴻雪就唯有答說是 那生寶人笑了 他說 我看得出 你這個人 不懂得說謊 我 不懂得說謊 但是 懂得殺人 你殺過很多人嗎 不少 你覺得殺人很好玩嗎 我殺人 不是為了 貪玩 那 為甚麼 我 我 沒有必要告訴你 呵呵呵 沒錯 每個人殺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沒有必要告訴別人 你 你 是怎麼知道我要來殺你的 你有殺氣 你 看得出嗎 呵呵呵 殺氣是看不出的 不過有種人 有種人 可以感覺得到 你 就是這種人 嗯 因為我有這種感覺 所以 現在我還沒死 哼 現在 你 的確 還沒死 你以為 你 實在可以殺得到我嗎 世上 沒有殺不死的人 你這麼有把握 沒有把握 我就不來了 呵呵呵 好 我喜歡你這個人 哼 但是 我還是要殺你 為甚麼 沒得解 沒得解 都要殺人啊 就算有 都不會告訴你 那麼 你是不是 怎麼都要殺我啊 是 可惜 我已經 好多年 沒殺人了 因為我有個原則 你如果不想殺我 我亦絕不會殺你 我亦果 一定要殺你呢 那你就要死 死的 或不是 是你 呵呵 或者呢 直到這陣子 這個生寶人 才看一看 富鴻雪手上的刀 他說 看來 你把刀 一定很快 是 好 好 好 這個生寶人 說了兩個好 從事開始吃麵 吃得很慢 照得很仔細 他一隻手拿著筷子 一隻手扶著碗 看來富鴻雪只要一拔刀 就會從頭殼頂劈下去 他根本就會來不及反應 但是富鴻雪沒有拔刀 因為在他生寶人面前 他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刀應該從哪裏劈下去 在這個生寶人面前 就好像有一道看不見的高牆圍著 生寶人不再看他 要是說 殺 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被人殺 就更加不好玩了 富鴻雪沒有出聲 因為這個生寶人現在好像不是對他講話的 是這樣的 我一向不喜歡 沒有原因就想殺人的人 尤其是年輕人 年輕人不應該養成這種習慣 我不是來聽你教訓的 都在你手上 你隨時都可以拔出來 這個生寶人 吃完最後幾條麵 態度還是很輕鬆很自然 但是富鴻雪全身每一塊肌肉 每一條神經都已經拔得很緊 他知道 現在不拔刀呢 不行了 你一刀如果拔來 他們兩個人之間 一定有一個人躲下 酒店這時候 沒有人 所有的人都走了 連點燈的人都沒有 富鴻雪 似乎是坐在那裡沒有動 其實他整個人已經離地 他將全身的力氣 都已經混在他右臂上面 拆下的刀柄 離他蒼白的手 就只有三寸那麼遠 那個陌生人那條棍呢 還是插在腰帶那裡 是一條很普通 用白羊木削成的棍 富鴻雪於是突然之間拔刀了 不過不見到有刀光 那刀根本就沒有拔出來 就在他拔刀的時候 門外突然之間 噴在西方飛了人進來 他的身體一閃 這個人就搭到他身邊 是一個很高大 打大赤膊的人 穿著一條繡著紅花的黑醜褲 腳上面的粉底棺香 就已經不見了一隻了 原來是傻金啊 這個又傻又古怪的獨行道 現在就十足一坨泥地搭在地上 縮了一塊苦瓜的口面 咦 他為何會這樣呢 又為何會變得這麼沒用呢 所以富鴻雪拔刀的手 突然之間才停了 那個生寶人 也都吃完最後一炷麵 他放下筷子 這一下突然的變化 一點都沒有影響到他 他甚至連眼都沒有斬到 放下筷子 他就看著門口了 因為門口外面這陣子 有個人走進來 是葉開 是陰雲不散的葉開 這個生寶人看著葉開 那雙眼沒有那麼冷冰冰 葉開看著他 神情很恭敬 平日沒見過他這樣的 那個生寶人就問 他 是你的朋友啊 葉開就說 是啊 他這個人 怎麼樣啊 他這個人很容易上當啊 是否隨便殺人那種人來啊 不是啊 絕對不是 他有理由殺我嗎 是啊有 是否是個 很好的理由啊 不是 但是是個值得原諒的理由啊 好 這樣就夠了 講完 這個生寶人站起來 向葉開笑了笑他說 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喜歡請客 今天 我給你請一次啦 葉開很開心 講了句多謝 那樣 生寶人於是就走出去了 傅鴻雪突然大叫聲說 等一等 生寶人沒有等 他走得不是很快 步伐也不是很大 但是個人一動就 就到了門外了 那丁玲霖本來就站在門外面 他看著這個陌生人從他面前走過 他說 嗯 我送幾個鈴鐺給你啊 手腕金圈上面的三個鈴鐺 立刻就飛了出去 那鈴鐺本來會響的 但是他的鈴鐺打出去之後就反而不響了 因為鈴鐺的速度太過快 三個鈴鐺直打這個生寶人的背脊 他生寶人呢 沒有轉回頭 也沒有閃避 居然連反手來接都不接 還繼續向前走 走得不算很快 奇怪了 那三個很快的鈴鐺偏偏打不中他的背脊 始終還差三四寸遠 直到那幾個鈴鐺一個個掉落地 那個生寶人才不見了 丁鈴鐺和富鴻雪抹大口得的洞 極開在那裡笑 他的笑容裡帶著一種說不出來的崇敬和事務 丁鈴鐺跑過來抓住他的手說 那個人究竟是人還是鬼 你看 你看呢 我看不出來 怎麼會看不出來的 世上不會有這樣的人 也不會有這樣的鬼 富鴻雪抄過來問 他 是你的 朋友 我好希望是 只要他把我當做朋友 叫我做什麼我都肯的 你知道 我要殺他嗎 我剛才知道 所以 你就馬上趕來 你以為 我是來救他嗎 我知道你把刀塊 我見過的 但是在他面前 你把刀還沒拔出來 他條短棍就可以刺穿你的喉嚨 哼 真是 我知道你不相信 因為你不知道他是誰 他 是誰 他就算不是世上出手最快的人 也只有一個人快得過他 逼 誰 快得過他的人 保證不是你 是 是誰 小李飛刀 小李飛這四個字 就好像一種無法形容的魔力 足以令人尊敬的那樣 過了一會兒 富鴻樹才說 難道 他 就是那個 阿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世上 只有一個這樣的阿飛 以前沒有 我想以後都不會再有 我知道 他一向是 用劍 他現在已經無需用劍了 那條短棍在他手上 已經是世上最可怕的劍了 你知道嗎 所以 你是來救我的 哈哈 我沒有 沒有這樣說 還有 你知不知道現在達在地上是誰 他說 他叫 傻金 哈哈哈哈 他誰是傻金啊 世上根本沒有傻金這個人 那他 是誰 他叫做 小達子 小達子 你沒有聽過這個人 哦 沒錯 你沒有聽過一些都不奇怪 因為你未曾來過京城 來過京城的人都知道 當世的命令沒有一個人給得上小達子 冰 冰冰 他 他是唱戲的 哈哈 是啊 他是個天才 演什麼似什麼的 喏 這一雲他跟你演的呢 是個一落千金 而且消息靈通的江湖豪傑 你看 他演得出不出色啊 富鴻雪不得不承認 因為這一出戲 已經令他上當 葉開又說 喏 這一出戲就叫做《雙套圈》 是《易大經》的珍藏秘本來的 《易大經》 是呀 葉開胡低生 在《傻金》的身上 找出了一個劇本 打開來看看 上面的密密麻麻寫了很多字 其中有一頁又這樣寫著 三更後 叫人用棺材抬你來 我說 酒沒有人喝了 這句話的時候 你就從棺材裡跳出來 大笑著說 沒有人喝才怪 看完這一頁 富鴻雪蒼白的臉 因為羞愧憤怒 谷到紅一紅 現在 他終於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果然是人家故意演戲來欺騙他的 是人家早就編排好的 從他見到趙大方在樹林那裡哭開始 他們一步步入了人家 這出去的結局 就是一條短棍 一條可以捅穿世上任何人喉嚨的短棍 富鴻雪如果不是因為葉開來 就一定會寫在這條短棍上面 富鴻雪望望那個所謂的傻金 看到傻金現在還搭在地上 痛到就不會動 好 那塊臉在燈光底下看來 嘿 死灰那樣認識 他雙眼和嘴角不停在那樣 那塊臉已經變形了 富鴻雪卒之丹高的頭問葉開 你說的 易大驚 是不是鐵手君子易大驚 沒錯 趙大方就是易大驚辦的 想到他竟然是個這樣的君子 世上的偽君子很多 他為何要這樣做 他要殺你 不過他知道你把刀很快 世上的確很少有人比你把刀 富鴻雪聽他這樣說 於是又想起那個生寶人 那個又奇怪又可敬的生寶人 還有他那種輕鬆鎮定的態度 就憑這一層 就絕對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究竟那個人的短棍 是不是真的可以在他的刀未曾出竅之前 就可以捅穿他的喉嚨呢 富鴻雪不順 他幾乎忍不住 就想去追那個生寶人 想跟他比一比 究竟是誰出手快些 因為他不訓書 好可惜 連他自己也知道 這個生寶人如果走了 世上沒有人可以留得低他 亦絕沒有人可以追得上他 葉開望著他的手 他說 唉 看來 你現在都不相信他的出手會快過你 不過以後 我 我信不信是我的事 我的事跟你沒有關係 所以這件事不用理你 你為什麼一定要偷偷地跟著我 我沒有跟著你 你沒有 那怎麼會知道這件事呢 對了 那葉開究竟怎麼會知道這件事呢 原來是因為葉開在省裡見到易大經 易大經平時呢 就不會來這裏的 加上他平時的人很講究衣著 不會說穿得那麼普通那麼鬥賴 葉開覺得奇怪 所以去跟蹤他 誰不知 誰不知 葉大經的人很狡猾 葉開不敢跟得太貼 跟了兩天之後 怎麼都找不到他的落腳點 幸好 後來知道他從京城請了個小達子來 所以葉開就改為跟蹤小達子 後來連小達子都不見賣 幸好又遇到兩個台棺材的人 認出他們是小達子戲班裏面的啓咧啡 葉開威逼利友等等 都用齊了 問得出易大經的住處 當葉開去到的時候 小達子已經喝了易大經的毒酒 已經開始發作 葉開給他吃 於是 他就揭穿了易大經的陰謀 那為什麼易大經 又會知道阿非劍客會來的呢 原來 自從白曉生死了之後 江湖中消息最靈通的有三個人 其中一個就是易大經 他天天說去打探馬空群的消息 其實不是 他是去打探阿非劍客的行蹤 聽到阿非要來這個小鎮 就叫傅鴻雪去匯一匯他 目的是想借阿非的手殺了傅鴻雪 易大經導演這一出戲的目的就很明確 就是借刀殺人 葉開講完這一場經過之後 傅鴻雪當然是生氣了 他接下來一定會去找易大經報仇的 那究竟後事如何呢 我就明天再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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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